好,我們說就不知道怎麽打,上來先上弗, 上壹個延遲弗,再上壹個課金弗, 這兩個弗只是用來前面, 只是在第壹階段打出長按之前有用,之後就沒什麽用了。 這壹個真柄直龍說實話,我認為他跟夜刀神是壹樣的, 是壹個跳級怪,大家打起來可能比較難。 我們打他的時候,打他背後, 上了遲緩弗的時候,他的移動步驟就變慢了, 我們對他背後打,好,打到這個狀態以後, 立刻使用我們的妖怪技, 我們這個削妖怪技就在這裏, 把他打到這個硬實狀態,我們用妖怪妖反, 然後積極放妖怪技,打他三刀以後, 我們立刻往回撤,長按狀態的時候,你要往回撤, 他的長按是有攻擊屬性的,所以說我們躲壹躲他, 壹邊躲壹邊放妖怪技,壹邊躲壹邊放妖怪技。 我們打他這個狀態也就可以了, 然後接下來他就沒有精力了,我們把他打出長按。 打出長按以後,繼續來壹個追擊, 追擊完了以後,躲壹躲,來壹個妖怪技,他就打掉了。 這個重點壹定是,當他第壹次沒有精力的時候, 我們放那個碎消,消碎,碎消,碎消的那個技能, 他能夠極大的把這個怪物的精力打空, 我們才能夠跟後面的連擊,否則的話你是連不上的。